这台车子都是在原厂做保养的 真心为您把关 SUM里程保证 我承诺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手扶汽车 那我是手扶汽车的达鲁 那我今天要来介绍身旁这台车子 媲美休旅车的极致大空间 三菱的Code Plus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它的大灯的部分 旧款的大灯会比较远一点 那现在新款的大灯呢 都会做得比较有个性一点 非常有流线型的感觉 好那我们呢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驾驶座有什么表现吧 Go 好那这台车子呢 一样有一键起闭的功能 按下去我们就可以把门打开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驾驶座里面啊 椅子的部分呢 非常非常的新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作痕 好那我现在坐上来给你们看一下 现在坐起来呢 包覆感非常好 这主要是它这边 有一个可以放手臂的地方 其实有时候啊 开车开累了 你就会想要放手 把手放下来会比较轻松 再来呢 往下带这边 那它的自动电子的部分呢 在这边 然后再来是我们可以平移 我们的大灯的部分 还有前后的雾灯都在这里 再来呢 往上看 它呢 这台车子都是在原厂做保养的哦 对 那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里程 这台里程 我们才跑16000多公里而已耶 其实是非常的少 对 那再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中控的部分吧 Go 好来我们来往上看 这台车呢 它有附前后的行车记录器 我们买这台车回去 我们就不用再另外加装了 对那再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中控 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凹槽 我们把东西放在这边 因为在转弯的时候会滑嘛 放在这边就比较不会去滑动 好那再来看一下我们这台 这台是全新的安卓机哦 它可以做卫星导航 跟我们听影音的部分 那也可以看YouTube 然后再往下呢 看一下 我们这是旋钮式的冷暖空调 然后再来往下带 这台车最重要的是 它有循机防滑哦 然后再来这三个按键是 我们行车电脑的按键 是可以做上下切换 它的显示的部分哦 好那再来往下带 我们的打档的部分呢 它是七段自首牌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的后座表现吧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后座的表现吧 那其实后座坐起来 非常的舒服哦 前车组呢 非常爱惜这台车子 你看后面全部都没有任何的坐痕 再来呢 这台车子它有ISOFACE 那如果我们有小朋友啊 有这个功能的话 其实是非常好 那再来呢 它这里有一个挂钩 我们有时候要挂垃圾袋啊 还是味道比较重的食物 不想放在地上 其实我们就可以挂在这里 这其实是非常方便的一种功能哦 那我们呢 现在来看一下我们 后车厢的功能吧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后车厢有什么表现吧 那大陆刚刚有说 这台媲美修旅车的 极致大空间哦 其实呢 它非常非常的大哦 开这台车子去露营的部分 那其实这台车子呢 它可以装上隧道帐哦 还有一些Lilico的东西 还有呢 Core Plus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它除了上面可以放东西 下面也有一个小型的空间可以放哦 对 那它最下面是一个备胎的部分 对所以如果今天呢 我有一些不想要晒太阳的东西 我都会放在这下面 对那最主要是 它还有一个更特别的功能是 一键平倒 这边往前拉 它就倒下去了 非常的方便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是很方便的 那它平倒起来是这么的大 非常非常的深哦 对那它的高度呢 也非常非常的高 它还有跟特别的地方呢 自动尾门的部分哦 自动尾门它一按下去 它就自动关起来了 你不用再手动用力的去压它哦 对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车側的部分吧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 它的车子就是保持的非常的干净哦 没有任何的磕碰 那其实它的外观非常的漂亮哦 那再来呢 看一下我们这边 我们其实呢 这台车子都是原版件的哦 不用再去做什么 我们有第三方的认证 对那再来呢 对于达路来讲最好的一个收纳空间 是在副驾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吧 来副驾这边呢 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是 只有COPUS这边才有的哦 我们把副驾的座椅拉起来 它这边有一个隐藏式的收纳的地方 对于达路来讲的话 会收纳一些私房钱 哦没有啦 就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 那些全部都会收在这里面哦 好来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引擎的部分吧 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台COPUS的心脏引擎 到底表现的如何呢 那这台车子呢 它搭载的1.5公升的 轻量化省油的引擎哦 它省油最高呢 是可以达到19.1 非常的棒 那再来呢 这台车子呢 全车原版件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车子呢 完全没有螺丝所动的痕迹哦 所以这台车子非常的漂亮 对那我们现在来做总结吧 好来那达路现在来帮大家复习一下 这台车哦 这台车子呢 它是2021年的 那它是1.5公升的COPUS 白色的哦 那现在呢 售价是多少呢 就是37.9万 其实非常非常的优惠哦 如果啊喜欢的 赶快 拨到你的电话 找达路就对了 那记得点赞加订阅哦 拜拜 我们下次见 拜拜